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上7点07分52秒 来 各位听众 行政院在上个礼拜的院会通过了最低公资法草案 这个草案未来如果在立法院通过的话 会把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平常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三个英文单字 就是CPI 纳入参采的指标 另外还要设立研究小组 明定牢固双方议定的工资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如果违反的话 是可以处2万元以上 或是1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且依照事业单位的规模 违反人数或者情节是不是很重大 还会加重罚还到150万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这个法案里面公布 还说还要公布姓名跟限期改善 没有改善的要按次处罚 也就是说可以一次一次都罚 不会因为前面罚过就不罚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您连线来访问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朱美雪 我们请朱理事长带来劳工朋友们 对这个攸关劳工权益的这个法案的看法 理事长早安 早 谢谢 早安 是 谢谢您一早这个在上班途中还接受我们的访问 真是辛苦了 谢谢您 谢谢 是 首先我要请教理事长 如果未来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那么基本工资的审议方式 还有应该考量的条件 以及相关的条件背景 跟现行的审议方式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先说 基本工资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工基本生活 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购买力 跟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过程 然后呢 然后增进民间消费跟购买力 那所以 基本工资的目的是这样子 但是为了让这个制度更健康呢 劳动部才在民国108年 推出最低工资法送行政宴 那我们也知道 订定最低工资法是我们蔡英文总统 8年认内的竞选政见之一 那劳工团体也一直针对她的 一个最低工资法 一直没有送出来 也觉得很一直在督促她 所以劳动部推出 案子之后呢 在行政宴躺了4年 那我们批评的蛮多 有可能扣跳票 所以蔡总统在倒数期间才 才出炉吧 不过 不仅在条文跟陷阱的做法上面 差不多之外 另外 因 才因参采的消费指数CPI 的联真理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涨幅应该如何反映CPI 那 形同有三彩指标 变无三彩指标的标准 那未来基本公司的审议可能模糊的空间还跟现在的 呃 呃 可能跟现在基本公司审议的模糊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坦白来说我们认为如果是完全到目前行政宴版本的草案通过 未来针对基本公司的审议制度不会跟现在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嗯嗯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最最低基本公司草案 虽然政府的宣传上会说 呃有将消费者 呃物价指数 联真例就也就是我们CPI 设为应参采参采的指标 嗯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跟计算方式 所以有了参采参采的 但是却没有最后最低公司的调 调整弧度 也就是说他就不等于 不等于物价指标的涨幅 甚至有可能低于物价指标的涨幅 那那也就是可以说等于这条条文在审议上的运作上面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嗯 因为只要有参采就好了 所以如果 如果 呃最低基本 最低公司审议委员会的 组成跟结益方式跟 基本上跟现行的运作公司 运作基本公司成议委员会 没有什么不同的话 嗯 那基本上都是有21个委员 那劳方7位 资方7位 政府官员3位 然后4位协者 而且这些都是追先追求共识以后 好 共识决 然后违反了达成 违反达成共识 也就是现场出席委员如果超过半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劳资政出席相当 最后结果 最后的结果 很大的程度仍在是政府决定 嗯 所以我们 我们认为这一次的修法 基本上 就是把现行的基本公司审议办法 提供 提供位阶变成最低公司法 嗯 那但是事实上的运作呢 应该以目前的 状 目前的运作差 差异不大 嗯 那呃 李长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表决的方式 就是跟成员的人数有关嘛 那现在其实之前是22位 那现在新的 21位 而现在就是21位了 他不是说是呃 这个新的法实施之后就变成 这样一位就变成21位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21位啊 也就是 现在就是21位 哦 那将来 只是说 只是说有 呃 部长齐明春在场而已啊 哦 了解 好 那也就是说表决的时候 不会出现同票数啊 因为是单数的总人数 对对对对 嗯 好 这个到底是不是呃 最后还是由政府决定 基本工资涨不涨啊 这个可能还是有待这个 呃 未来下一次要这个审议的时候 这个法通过的时候再来 再来看真正的事实好了 呃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朱美雪 我们请朱理事长在节目中先告诉大家 其实啊 呃 就算未来通过了这个行政院最低版本 最新的这个版本的最低工资 法的草案 其实呃 这个审议的方式跟模式啊 大概跟过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可是呃 理事长我想继续请教您 明年的这个劳工朋友们的基本工资 已经就是定带之前的审议委员会上面 已经通过了就是新台币的两千 呃 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块钱 那打工族的这个part timer 呃 实行就是一百八十三块钱 那接下来 如果这个版本的最低工资法草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呃 也就是以刚刚的这个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数字来做起跳 那请教理事长227四七零跟183这两个数字对劳工朋友们来说真的足够吗 那台湾的劳工的这个薪资呃是不是赶得上这个物价上涨的速度呢 基本上不够也赶不上啊也也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嗯哼 那我们先从基本公司審议委员会的那个组织那个办法里面 他里面有收 他说審议委员会应该收集 有几项的数据 第一个国家发展的状况 第二个是国产跟进口物价的指数 第一个第三个是消费者指标 而且消费者物价指标 第四个是国民所得跟平均所得 第五个是有各种各业 各业劳动力的劳动力跟就业状况 第七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各个 产业别劳工的工资跟家庭 第七个家庭收支的调查统计 那我们就以月薪27470来讲 以明年啊跟时薪183 如果在北部生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如果又是刚出社会的 甚至甚至 住自己家不是要缴房租贷款的 赚多少花多少年轻人来就来讲 或许27470或者17183 还过得去 但是如果是有结婚有小孩 然后 有房租或房贷的压力 甚至养小孩需要拖 拖婴 拖育跟教育相关的支出 然后有些长辈还住在一起的话 会有长照的需求 所以目前最低工资27470的金额 根本不够 那我们也从统计 主计处统计里面 2021年在台北市 每一个人平均的消费支出 至少要是3万2,350元 而目前 目前最低工资呢 却连蔡英文总统曾经公开 在任内要到过3万块都不到 所以失职薪资 所谓的失职薪资 也就是经过物价指数 评减之后的薪资 那较去年上半年数减少了0.75% 那从2016年以后呢 近7年来首次出现 失职总薪资 上半年倒退的现象 也代表台湾受薪阶级的薪资成长 是赶不上 物价 物价成长速度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认为说 你基本工资2747 470跟 10星part time 10星183来讲 事实上对 多数的劳工来讲是不够的 尤其除非你是 如果以结婚来讲 除非你是双薪 然后你又是 呃 刚刚所讲的那个可能 老人家不跟你住 嗯 然后你有可能 你可能没有生小孩 那这样子或许还够 对 或许还够 那你看哦 自己 呃主纪总统自己统计 在台北生活就要3万2千350元 嗯 那你基本工资才2万7000 明年才要2万7000多 嗯 事实上是不够的嘛 这个 所以 呃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是跟你讲真的不够 嗯 是 呃 而且 我看到这个价格 相 呃 将近5千5千块钱 啊 特别是如果是已经结了婚 有小孩 还要在一个这个长辈住在一起 还要在奉养长辈的话 那可能 各位 这个 现在谈这个话题 这样来看看这个实际的状况 啊 实在是有点心酸 对啊 呃 好 可是 那 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劳工朋友希望可以涨到什么幅度呢 我的意思是说 假定是这样来看 呃 至少要3万块钱 呃 其实 其实 其实这样说啦 嗯 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问我 劳工朋友期待 最大的期待是怎样 嗯 其实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 可以不要加班 再加班 可以不要过老再过老 我们可以让 可以和平常一样 和家人在晚一起 在 常常在晚上一起用餐 吃顿晚餐 然后假日 可以一起出去休闲 所以如果你以 以目前一般劳工对基本工资 或者是最低工资 期望这个金额呢 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的话 嗯 不要说每个月正常工作 嗯 却连日子都过不去活不下去 所以呢 劳工 实施希望的是最低 工资的调整 应该是合理的一起 那也 最好也能稳定的成长 嗯 如果说 如果说啦 不能够高仪物价的成长 但是也不要低 像现在 现在 呃 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便当 嗯 一般 南部我不知道 在北部 一个便当大概都是七八十 嗯 那如果是鸡腿便当 大概是去年大概是90 那今年呢一个鸡腿便当都要到一百二 那九十 一百 如果一百二就多了三十块 那也就成长了 最最简单的 鸡腿便当就成长了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说以目前这样的计算方式 的确 的确对一般劳工来讲 嗯 我们也希望在物价的统计上 应该更能够回应到 老基层劳工的 实质的体感 嗯 就像现在最近啊 嗯嗯嗯 肉啦 蛋啦 基本基本 日常的基本食材都在涨 对 然后再加加上 房租啦 然后买房的成本不断的提高 嗯嗯 这些都是直接冲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如果光看 消费者物价指数 指数CPI的数据 在总指 总指数年增率的部分 2022年 他的年增率是2.95% 对 2021年是1.97% 2022年甚至是负的0.23 嗯 这显然跟一般老百姓感受到物价指数 的涨幅是非常非常的 很大的落差啦 哈哈哈哈 因此我们希望未来工最低工资的调整 能够回到 回应到基层劳工的一个感受 嗯 也维持到 维持到 哎 劳工的最低的生活所需啊 这是我们最大期待 哎 好的 呃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直评为您连线访问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 朱美雪 我们请朱理事长在他的节目中 跟大家来聊聊 有关于这个 我们先从 呃最低工资法草案的通过 在院会里面的通过 呃 来谈起 还有呢 谈到了劳工朋友们的期待啊 呃 对不起 请教一下 理事长 我们这长久以来讨论这个 这个基本工资或这件事情 这外籍移工的基本工资跟本国劳工的基本工资其实是不同的嘛 对不对 那嗯 那这个现在假定是这样子到底要该脱钩或不脱不脱钩 我两者的这个呃工资的不要不同了 好那要不要脱钩这个呃您的看法是什么理由又是什么 哦我们要这样讲啊嗯 基本上啊 就以劳工的立场来讲 不管是本劳或外劳基本上都是劳工对 对所以当然有一些劳工团体 甚至有一些有一些像总工会的啦或一些劳团体 他们会认为说要脱钩 嗯 但是就以劳劳相庭的态度上面 不是不应该脱钩 但是但是我们现在的基本工资是有问题 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嗯 呃先说哈 我们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的解释令是说 只要他的薪资 薪资哦 高于基本工资就是不違法嗯 那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薪资 台湾的薪资基本上是底薪 多数的公司行好都是底薪 加一头拉股的奖金嗯 所以甚至有些基层 有些甚至有些比较传统的 呃 产业别 他们的劳工 像桃色产总这边 有基层劳工他们基层工会 他们的劳 我劳工了 在公司服务年资满25年 可是他底薪 还不到25000 底薪哦 但是他加了奖金以后呢 可能到3、4万多到5万 那你你你你 所以有些人的声音是说 那你基本工资调了 都是 都是 都 幫外劳在挑嘛 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要求劳动部 你应该把基本工资 你不要去脱钩 但是你要把基本工资 的 那个解释令修改 嗯 基本工资 嗯 就是台湾的底薪 不含奖金 不是薪资哦 嗯 所以台湾的薪资是 底薪加一头拉股的奖金 但是外劳的 嗯 嗯 外劳的工资引进来的工资呢 就是我们的基本工资 是 所以你你既然如果把基本工资 调涨 当然 就会有人讲说 啊你每次都去帮人家 征 征的都是外劳 然后外劳的那个 呃成本都是我们老公在支付 比方来说 教育移工 教育移工的薪资呢 其实教育移工更 更那个 嗯 更低 到1万7 1万1万8而已 对 而且更更 更压榨 所以 你 我们如果有老人家 我们有老人家 我们请到外劳 那外劳的 家户移工呢 基本上 那个 那个那个中介公司呢 给他只有 可能只有给他1万7 1万8 嗯 但是我们要给外劳的 给给那个中介公司呢 应该要到 至少多少会到基本工资 所以也苦到 我们基本 本劳因为没有基本工资的调 调高 而我们 我们反而受苦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嗯 我们 我们当然 我们当然希望的是说 交互移工的工资 业薪工资呢 在20 2022年的时候 应该要调到至少2万块 嗯 那是我们的基本主张 也希望能拉近 最好是不要脱钩 是 当然我们也理解 许多家庭需要 交互移工来照顾长者 对 好让家中的一些劳动力 的成员可以外出赚钱 那 但是这个想法呢 目前在台湾的少此化的气势下 尝照问题不可能靠 压低 家家务 家务移工的薪资来弥补到 来弥补或处理 再加上我国主要的 家务移工的来源都是东南亚 嗯 近千年来 东南亚的经济也快速成长 长久下来我们能够能 能我实际 应用这种低的薪资来 请到 家务 家务移工 也会是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就比方来讲 这些年 在我们台湾的 泰国劳工已经相当少 为什么 泰国现在的 一个劳工的薪资 都已经到 跟 跟我们当初的金美工资 快接近 所以 他要跑 他要来这边工作干嘛 他不如在家里 嗯 所以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到 未来如果我们的金美工资 还是那么的低 那 在外劳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又成长起来 其实我们可能真的就不大 所以一旦 一旦一家务劳工 移工的来源短缺 那么本国 本国的长照的人力呢 就需要回到 就是就是要大力 增加就要很多 那如果马上 啊 马上 马上至少回到基本工资的话 这个落差就很大 就很大 好 所以对于廉价的移工 反正的冲击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主张啊 应该弥补这两者之间的落差 政府宁愿出 宁愿多出资 提供更多 延的长照 服务 或更多的补助 但却 不一 但不要一直 压 压榨 压榨 跟实际石油的廉价的 呃 交入移工 那这个 这个对我们 我们国内呢 建制更完善的长照机制 好 以应用人体 早子化的 跟高龄化 反而 反而啦 比较 如果他一直压的话 会比较不利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基本工资 应该是 应该是要 呃 就是 不应该脱钩 但是解释 应该要调整 是 好的 呃 各位听众 今天呃 志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 朱美雪 我们请呃 理事长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基本工资 这件事情 呃 劳动界朋友们的心声是什么 当然这个议题 非常的庞大 今天不可能一次节目 就说得清楚 我们也谢谢呃 理事长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下回有机会 再请理事长跟我们 多多一起讨论哦 好不好 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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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理事长 好 今天节目 是 谢谢您 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哦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特别是您从podcast上面来收听 早安台湾的话 我们也特别要谢谢您 呃 接下来也请您锁定 中央广播电台的各节新闻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 浏览新闻 就跟您说拜拜 明天再会咯 好多一样被丢弃 好多一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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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